为什么我们在嫁接的时候一般不使用月节来嫁接月节 而是用蔷薇来嫁接月节 用月节来嫁接月节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老化 你今年嫁接上去它可能长得还可以 明年后年可能过个三五年 这个枝条它就开始出现老化的现象 分支能力弱开花能力弱 它就不如蔷薇或者是山木香嫁接的枝条 它的长势好开花能力强 大家看一下这个枝条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你看不出来 它这个地方是嫁接的 这个接口其实愈合的还可以 当时使用的是嵌芽接 那从这外面还是能够看到一点点的 这个膨胀起来的地方 嫁接了一年这个接口已经完全的愈合了 但是现在它就有这个老化的现象 这个就是嫁接的枝条 这个枝条去年的时候长得是比较迅猛的 这个枝条就是当时长出来的枝条 长得非常的长 开的花也比较大 冬剪的时候我把它剪掉了 然后春天它从这个地方只发了一个芽出来 这个应该是后来长出来的 长出了一个芽点 但这个芽点 芝条也比较弱 这个芝条今年到现在只开了一次花 那现在 也不怎么生长了 杆子也有点黄黄的 用月季来嫁接月季 我们是不推荐大家这样去做的 虽然月季跟月季嫁接它的亲和性很好 但是没有达到我们根本的目的 一般我们嫁接月季主要的目的 就是给它提供一个好的根系 所以我们一般是把它嫁接到强微根上 嫁接到强微上它的根系也非常的好 这样给枝条提供的营养充足 它的枝条生长就比较好 而开花也会比较多 亲和性也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想用月季来嫁接月季的 如果你只是嫁接的玩一下 也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说你嫁接的量比较大的话 我们尽量还是使用强微根来嫁接 即便是你想嫁接一株多色 我们用强微根也可以实现 尽量的不要嫁接到月季上面 希望我们讲的这一点对大家有帮助